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周鸿达老师 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是 在制作网站的时候 如何使用CSS来制作版面的配置 这是上次我们所探讨的双栏的排法 那这次我们所要探讨的是三栏的版面配置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公司都还是采用双栏的配置 但还是会有一些公司可能采用三栏的版面配置 原因是因为现在都是宽荧幕 所以他们想尽可能的塞一些内容进入这个网站 所以三栏的配置就这样产生了 现在我们就将刚才的网站来做一个示意图 这样同学就可以对这个版面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就将针对这个版面来做实际的程式说明 首先我们会先将这个版面用DIV标签分成五个区块 分别给这五个区块不同的ID属性 记得ID属性不得重复 通常这个ID我们都会给有意义的名称 这样我们比较好做分辨 所以我们分别命名为黑的区 通常会放公司的logo或者是导览列 接下来是侧边栏的部分 在侧边栏这个部分我们分成两个栏位 分别放置左边与右边 那接下来是主要的内容部分 我们命名为content 我们会放置正中间 最后在结尾的部分 我们会放上footer区块 那通常这个部分 我们会放一些公司的版权宣告 现在我们就分别针对刚才所设定的DIV标签 来设定CSS的属性 这个部分是CSS的程式码说明 接下来我们就来针对这个部分 来进行实际的操作 在这个部分老师已经先把HTML写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总共有几个区块 第一个是黑的区块 第二个是sidebar1侧边栏 那接下来一样是右边的侧边栏 再下一个是主要的内容 content 最后一个是版权宣告footer区块 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设定CSS 首先我们先在head的区块设定CSS标签 通常老师的习惯是签把前面的标签跟结束的标签 通通写好 这样才不会遗忘掉等会结束的标签 首先我们先设定最上方区块 由于我们刚才给它的名字是header 所以我们要先设定背景色为蓝色 等一会比较好做区隔 接下来 我们要设定的是左边内容 sidebar1的区块 在这个部分 因为它要在左边 所以我们就先设定它往左边浮动 float left 并且设定宽度为22% 另外设定背景颜色为灰色 等会方便做区隔 接着我们要设定右边的内容 sidebar 区块2 因为它要在右边 所以我们设定float right 另外宽度设定 23% 接下来背景颜色设定灰色 以方便等一下我们做区隔 接着我们要设定中间主要内容 content的区块 由于content区块是要在中间 不必往左或往右 所以我们不必设定浮动 只要设定它左右的边距即可 我们先来看左边 由于左边的区块 我们是设定22% 所以我们就把左边的距离设定为23% 接着我们要设定中间主要内容 content的区块 由于content区块要在中间 不必往左或往右 所以我们不必设定浮动 只要设定它左右的边距即可 我们先来看左边 由于左边的区块宽度为22% 所以我们就把左边的距离设定为23% 让它有1%的区隔 再来我们看右边 由于右边的宽度是23 所以我们把右边的宽度设定为24% 也是一样让它有1%的区隔 接着我们要设定下方的版权宣告 Footer区块 由于我们前面两个区块 都有设定为浮动 也就是左边浮动 右边浮动 所以Footer这个区块 就会随着前面的区块而浮动 但是通常版权宣告 会是在网页的最下方 所以我们会设定 clear属性为both 让它左右都不浮动 接着设定背景为浅灰色 一样以方便等会我们做区隔 好所以所有的CSS属性就已经设定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存档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所完成的范例 好这个就是我们所完成的三栏的范例制作 左边栏位 右边栏位 中间的主要内容 上方的logo 下方的版权宣告 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